好,现在我们第17行根据花形规律已经知道了花形A的部分 那么第17行我们注意,在第17行的时候我们这个两针麻花也好 然后是四针的麻花也好 那么在这一行我们是都需要进行缴麻花的 那么这里我们是根据花形规律呢已经完成到了花形A部分 同时我们要注意,在第17行的时候我们再检查一下花形A部分是指五针上针 指五针上针,然后指一个三针的交叉麻花 那么这是第17行的编织规律,自己大家注意检查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四个上针,二,三,四 四个上针之后,那么这里我们在中间有四个下针的位置 这里我们要进行一次麻花的编织 那么这是我们右侧部分的麻花,我们要向左进行麻花的编织 那么这里我们说过花形A的麻花都是向中间位置去扭的 那么也就是第一针第二针压过第三针第四针来织一个麻花 然后三个上针一二三,再把第一针第二针压过第三针,也就是两个下针针目压过上针针目 那么这样我们又把这个两针的下针针目又向左移了一针 然后接下来是五针上针 好,那么这是第17行的编织规律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规律一直编织到织物的左侧,花形A部分 那么零行格中间的这个四针也要进行一次麻花的编织 那么这个麻花的话是向右进行编织的向里靠拢 那么跟下面的这麻花的方向是一样的 方法比较简单,我们自己完成第17行的编织规律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规律完成第18行到第20行的编织之后 在第21行我们再来进行花形A部分的演示 那么在第21行我花形A部分是支三个上针就可以了 好,那么大家自己完成这部分的编织 一直到第21行我们再来进行花形的演示 好,根据花形规律我们知道了第21行 那么第21行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花形A部分的上针是支三针 一、二、三 三针上针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三针 两针压一针的三针麻花把它支过来 一、二 那这里只有三针 三针上针了 然后这一针只上针 那么这里我们支了一个上针之后呢 再支五个上针 五个上针之后 那么我们这个花形A的中间部分 花形A的里面中间部分 我们再支一个四针的交叉麻花 花形A当中的麻花 四针麻花是每四行缴一次麻花 那么这个麻花是向中间位置靠拢的 也就是一个向左的麻花 四行扭一次麻花 然后是六针上针 一、二、三、四、五 两针下针压过 第三针上针 六 然后支下针 然后接下来还剩三针上针 一、二、三 好,那么这是第二十一行花形的 花形A的编织规律 那么我们同样的按照花形规律 一直知道左侧的花形A部分 我们仍然是要在零星格的外面 留三针上针 然后在中间我们要进行一个麻花针的扭针 是一个向右的麻花 好,那么这是我们第二十一行的编织 然后我们再根据花形规律去完成第二十二十二行 在第二十三行的时候 在花形A部分我们再来进行花形的演示 好,第二十三行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一直知道了花形A的部分 那么这里当有三针上针的时候 那么这里我们这个菱形花 就不再向左右两侧延展 而是开始编织它的上半部分 往中间位置去靠拢了 首先支三个上针 三个上针之后 我们这里要织一个向左的三针麻花 也就是把两针下针 压到这一针上针上 第三针这个上针上 那么第一针第二针压过第三针 然后上针的针目 这一针是从中间移过来的一个上针针目 我们仍然是织的上针 然后两个下针 一 二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花形的右侧就有了四针上针 那么这中间有原来的六针就减为了五针上针 中间四针的麻花是每四行扭一次 这里我们不需要扭麻花 然后这里再织五针上针 五针上针 之后那么我们同样的把这两针上针往里收 也就是两针下针跟第一针的上针进行交换 二三压过第一针 然后支两个下针 下针针目支下针 然后支上针 一个上针加上三个上针 总共我们有四个上针 好 那么这时候从从第二十三行开始 我们花形A的菱形花格外侧的这上针呢 就开始逐渐的增加 中间位置逐渐减小了 好那么我们这是第二十三行花形A的编织方法 那么同样的方法在编织到左侧的花形A部分 我们也是把这个两针的下针针目开始往中间位置去收 也就是外面的上针增加 里面的上针减少就可以了 好那么这是第二十三行的编织规律 在第二十五行的话 那么我们要进行花形A中间的这个麻花的第三次麻花的扭针 那么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了大家根据这样的编织规律 自己去完成第二十三行到第三十四行 那么在第三十五行的时候呢 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演示花形A的变化规律 好现在我们知道了第三十五行花形A的部分 那么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织完了三十四行之后 那么我们在这个零星格中间位置左右两侧的下针针目 已经和中间的四针的麻花针的针目呢 已经合到一起总共有八针下针了 好那么这时候我们再继续进行花形的编织 那么首先我们织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个上针之后 那么我们这里注意仍然是把第一针第二针压过第三针 好第一针第二针压过第三针之后 那么这一针我们织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把它织成一个上针 好那么现在这里总共有十个上针 把线压下去 然后这里织两个下针一 二 那么这是我们这个零星花格的边框 然后中间的两个下针我们织两个上针 一 二 两个上针 然后接下来的三针下针的话 我们把第二针第三针 压过第一针 这样我们织一个向右的三针交叉 那么这也就是我们边框的位置 又向里织了一针 两个下针 然后换过来的这一针我们织上针 接下来还有九针上针 九针上针加上我们换出来一针 那么这时候总共有十针上针 好那么这样我们就在第三十五行 把零星格中间的这个下针的字幕呢 换成了两针上针 好那么我们仍然根据花形规律来进行编织 左侧的花形A部分我们也用同样的方法来处理 把零星格继续向里 各向里编织一针之后 那么中间的两针下针改为上针 参照刚才的右侧的花形A的编织方法 我们来完成左侧的花形的编织 好现在我们根据花形规律知道了花形A的第37行 花形A有十针上针 然后把第一针和第二针压过第三针 然后这一针仍然只上针 十一针的上针 然后接下来是两针下针 一 二 同样的这一侧把第二针第三针的下针压过第一针的上针 然后织下针两个下针 接下来是十一针的上针 好十一针的上针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零星格呢 已经并已经把它通过向左右两侧向中间收拢了 已经收到了最后四针下针已经并到了一起 好那么这是第37行的编织 我们根据挂紧规律完成第37行第38行的编织 好现在我们这个衣服的后片已经完成了38行 那么这样一个完整的零星格就已经编织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从第39行开始 花形A部分就重复第一行到第38行的规律来进行零星格的编织 那么下一组的花形格跟这个零星格的区别就在于 我们第二个零星格的话中间的位置没有这样一个四针的麻花 而是全都只上针就可以了 中间全都是这样上针的针目 我们只要去编织这个外面的零星方框就可以了 方法是同第1行到第38行的编织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那么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就不再重复花形的编织 那么其他的部分花形C花形B 我们全都是根据花形规律去进行编织的 那么当我们完成到第62行之后 那么我们一起来开始学习页下的简真 好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参照图纸 结合我们的花形的编织规律 来完成剩下来的第39行到第62行的编织 之后我们再来进行演示 根据花形规律 我们完成了页下部分的62行 那么接下来从第63行开始 我们要进行页下的收针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图解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当我们完成了页下部分的62行的编织之后 那么接下来从第63行开始 一直到第88行 那么我们要进行页下部分的减针 那么减针的规律是按照首先平收6帧 1 2 3 4 5 6 平收6帧之后 然后按照每2行减3帧 减2次 每2行减2帧减6次 每2行减1帧减4次的规律 我们单侧减掉28帧 那么左右两侧共减掉56帧 那么从第89行开始 那么我们把这80帧 按照花形规律 不加不减的编织到第132行 那么在第133行的时候呢 我们要进行后领窝的减针 那么后领窝首先平收34帧 然后按照每2行减3帧减一次 每2行减2帧减一次 每2行减1帧减一次的规律 进行后领窝的编织 同时我们要进行肩部的引返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看我的演示吧 好那么我们现在开始编织第63行 这里我们仍然是根据花形规律 继续来进行花形的编织 我们这里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 我们从第63行开始 只对左右两侧的绣绣部分的减针 来进行演示 第63行我们要平收6帧 那么第一帧编针织下针 然后织一个下针 第一帧拨过第二帧 这样我们就平收了一帧 再织一个下针 第一帧拨过第二帧 平收了两帧 那么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 再平收四帧 现在我们已经把六帧 已经全都平收完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一直知道织物的最左侧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左侧的页下织针 是从反面行进行的 所以我们在第63行 一直编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第63行我们织造了织物的最左侧 花形C的部分 那么这里我们九帧全都织下针 不再编织花形 九帧全都织下针之后 那么最后一帧编针 最后一帧编针注意 我们这里就不再织了 而是直接以下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 不织 然后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我们在第64行要进行六帧的平收针 我们首先把第一帧第二帧 以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第一帧拨过第二帧 这样就射掉了一帧 然后我们织一个上针 再把第一帧拨过第二帧 平收掉了两帧 那么我们根据这样的编织规律 以上针的方式平收掉六帧 平收完六帧之后 那么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在上针的位置置上针 下针位置置下针 一直知道织物的最左侧就可以了 好第64行 我们知道了织物的最左侧上针 然后最后一帧 我们这里就以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翻转织物 第65行 那么第65行的话 我们是减三帧 平收三帧 第一帧和第二帧 我们把它以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把第一帧拨过第二帧 这样我们就剪掉了一帧 然后我们再织一个下针 第一帧拨过第二帧 剪掉两帧 再平收一帧 这样我们就剪掉了三帧 好 剪掉三帧之后 那么我们接下来 仍然根据花形的规律来进行编织 那么这里我们 两帧的交叉麻花 因为在剪针的过程当中 那么我们这里就不再编织花形 直接织两个下帧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一直编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在最左侧的话 我们仍然是最后一帧编针 调下来不织就可以了 好我们第65行 织到了织物的最左侧 我们以调下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不织 然后翻转织物 第66行 那么第66行的话 第一帧第二帧我们以调上针的方式调下来 然后把第一帧 拨过第二帧 这样我们就平收了一帧 然后再织一个上针 第一帧拨过第二帧 平收两帧 再织一个上针 第一帧拨过第二帧 那么我们就平收了三帧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去完成第66行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第65行 第66行的减针方法 完成第67行 第68行的三帧的平收针减针 好第68行我们已经编织完成了 这时候我们已经完成了两次的三帧的减针 好那么接下来第69行 我们开始进行每两行减两帧 减六次 那么减两帧的话 同样的我们把第一帧第二帧调下来不织 然后把第一帧拨过第二帧 这样我们就减掉了一帧 然后我们再织一帧下帧 第一帧拨过第二帧 这样我们就减掉了两帧 然后我们这里花形 因为在减针的过程当中 所以这里花形B 我们就不再编织花形 全都织下帧 全都织下帧之后 那么一直织到两帧的交叉麻花处 在进行花形的编织 好然后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这个最后一帧编针仍然是不织的 好第69行我们知道了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最后一帧编针以调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翻转织物 第70行 首先我们要减掉两帧 第一帧第二帧以调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把第一帧波过第二帧 减掉一帧 然后再织一个上针 第一帧波过第二帧 这样我们就减掉了两帧 然后第70行我们就根据花形规律 上针的位置置上针 下针的位置置下针就可以了 好第70行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 那么从第70行开始 那么这里我们每两行减两帧 总共要减六次 这里已经完成了一次 那么从第71行开始 一直到第80行 我们就参照第69行 第70行的减针方法 来完成剩下来的五次的减针 一直完成到第80行 然后我们再来进行 每两行减一帧的演示 现在我们每两行减两帧 减六次已经减完了 那么也就完成了第80行 第81行开始 我们来完成每两行减一帧 总共要完成四次 首先第81行我们减一帧 那么方法是一样的 首先把第一帧第二帧 以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直 然后把第一帧拨过第二帧 这样我们就减掉了一帧 然后根据花形规律 一直知道织物的最左侧 最后一帧我们仍然是调下来不直 好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花形A部分 我们在这一个空白的 零行格完成之后 那么接下来的零行格 是跟第一个零行格是一样的 中间要织一行的四帧麻花 那么大家根据 根据第一个零行格的 花形规律去进行编织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也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 好第81行知道了 织物的最左侧 最后一帧呢 我们也是调下来没有织 翻转织物第82行 我们把第一针第二针以调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直 然后把第一针剥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剪掉了一针 把线压下去 根据花形规律 变质第82行 下针的位置是下针 上针的位置是上针 那么最后一针变针 我们仍然是调下来不直 好第82行我们知道了织物的最左侧 最后一针我们以下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直 然后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那么我们每两行减一针 减四次 这里已经完成了一次 那么接下来从第83行开始到第88行 我们参照第81行 82行的减针规律 完成剩下来的三次的减针 完成了这三次减针之后 我们的棒针上最后剩80针就可以了 接下来请大家自己完成第83行到第88行的编织 好第88行我们最后一次减针减完之后 那么在最左侧我们织下针 翻转织物 好现在我们完成了第88行的编织 那么我们每两行减一针减四次 也已经减完了 这时候我们整个棒针上还只剩下80针 那么接下来从第89行开始 一直到第132行 我们根据花形规律把这80针不加不减的完成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我们第89行 第一针以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再继续织上针 那么在这个位置我们注意 在每一行的第一针 我们都是调下来不织的 这样在边上形成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V字形的辫子形状 以方便我们绣口位置的调织 当织到最左侧的时候 这一针我们仍然是值得 在上针的位置我们仍然是值得上针 翻转之后第一条下来不值就可以了 好接下来大家根据花形规律 自己完成第89行到第132行的编织 然后我们再来演示后领窝的编织 好现在根据花形规律我们已经完成了衣服后片的第132行 那么大家这里要注意的是在第131行的时候 根据花形规律我们在花形B部分呢 应该还有一次扭麻花 那么考虑到后领窝的平整呢 我们在第131行的时候的这个麻花呢 就没有再扭而是直接值了下针 这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那么在第113行的开始呢 我们要进行后领窝的平收 那么这里我们已经挂上了记号扣 中间两个记号扣中间有34针 我们用来做后领窝的平收针 左右两件各留针23针 那么后领窝的话我们要进行三次的减针 也就是按照每两行减三针减一次 每两行减两针减一次 每两行减一针减一次 到同时我们还要进行肩部的引返 那么具体的请大家看我的演示吧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第133行 133行左右两次我们仍然根据花形规律 一直知道记号课的位置 好第134行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知道了记号第一个记号扣的位置 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 然后我们织一个上针之后 把线压下来再织一个下针 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平收了一针 然后再织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又平收了两针 那么我们按照这样的平收针的方法 一直平收34针到记号扣的位置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大家自己完成34针的平收 好当我们收到平收 当我们收到7号扣的位置 那么这时候我们后领的平收针收掉了33针 拿下7号扣 再织一个下针 然后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把34针全都平收完了 这时候通过平收针 我们衣服的后片分为了左右两个肩部 那么我们先把右肩放在一边 因为线头在左侧 我们先处理衣服后片的左肩部分 那么这第35行 我们平收针之后 左肩根据花形规律 一直知道织物的最左侧就可以了 好现在后片的左肩的 第133行已经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第134行 我们根据反面行的编织规律 一直知道这个领口的位置 好我们知道了领口的位置最后一针 我们以调下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不织 然后翻转织物 在织物的正面 那么领口位置的第一次减针 第一次我们要减三针 我们仍然是把第一针第二针 以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剪掉了一针 然后再织一个上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把线压下去是下针的针目 织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好这样我们就剪掉了三针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下针位置置下针 上针的位置置上针 那么这里我们知道 两针下针的位置 我们的花形就不再向外剩了 我们在下针的位置置下针 上针的位置置上针就可以了 然后翻转织物 反面行 我们根据花形规律去进行编织 那么在领口的最后一针 我们仍然是调下来不直 那么也就是我们在这里花形就已经不再进行编织了 好知道领口位置这一针 我们以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直 翻转织物 那么后领窝的剪针 要减两针的同时呢 我们还要进行斜肩的影反 首先我们把第一针第二针挑下来 然后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然后再织一个上针 再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又剪掉了一针 剪掉了两针 然后我们开始向左边织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进行第一次留针 我们第一次斜肩的影反 留针五针 好那么也就是我们织上针 一直直到左帮针上剩五针的时候 我们就不直了 直到这个左帮针上剩五针 一二三四五 五针就不直了 进行第一次留针 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那么第一针 我们把右帮针拿到线的下方 以挑上针的方式把它挑下来 然后把线头拉紧 形成两个线圈之后 直接直下针 一直直到领口位置的最后一针 我们仍然是挑下来不直 最后一针以下针方式挑下来不直 然后再翻转织物 领口位置的最后一次减针 那么我们同样的是把这两针 同时以上的方式挑下来不直 把第一针不过第二针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继续直上针 那么这时候我们直到左帮针上 那么这是第一次留针 一二三四五 五针留针之后 从这个两个线圈是一个影反针 从影反针位置留六针不直 一二三四五六 再这一针过来 好 那么影反针开始有六针不直 那么左帮针上总共有十一针不直就可以了 然后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那么我们仍然是把右帮针拿到线的下方 第一针以挑上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直 直接把线拉紧 直接把线拉紧形成两个线圈 然后直下针 一直直到拎口的位置 最后一针直下针 好 然后翻转织物 最后一行 那么这一行我们直消行 首先第一针我们以上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直 然后这一行我们全都直上针 一直直到这个影反针的位置有两个线圈 我们同时挑起这两个线圈 织一针就可以了 然后继续向左编织 编织到影反针的位置 两个线圈同时挑起来 作为一针把它织掉 然后一直直下针 再根据画形的规律 在两个下针的位置直下针 上针的位置直上针就可以了 好 这样我们就把这衣服的左肩就编织完成了 然后我们断线 适当的流长线头之后呢 断线 断线之后 我们在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 把多余的线头隐藏掉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头呢隐藏掉 多隐藏几针 线头会更牢固一些 然后多隐藏几针之后呢 我们把多余的线头修掉 好 这样我们这个衣服后片的左肩部分就已经编织完成了 这时候我们肩膀上总共是有17针 我们把这17针用防解别克把它取下来就可以 好 这样我们左肩就编织完成了 然后我们开始进行衣服后片的右肩的处理 右肩我们是从正面行编织过来的 那么我们从反面行开始进行第134行的编织 那么首先领口位置我们要进行三针的减针 第一针以掉下来布置 然后再织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收掉了一针 然后再织下针 再织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再织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减掉了三针 然后根据花形规律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好 现在我们第134行编织完成了 翻转织物第135行 我们根据花形规律一直织到左侧领口的位置 那么这里我们的花形 根据花形在上针的位置织上针 下针的位置织下针 那么这个菱形格不再向外延展 好 两个下针之后全都直上针 一直织到领口的位置 好 我们织到领口的位置 一个下针 再以下针的方式把它调下来不直 好 翻转织物 那么这里我们要进行领口位置的第二次减针 减两针 仍然是把第一针第二针调下来 然后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然后我们再织一针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领口位置又剪掉了两针 然后我们织下针 直到左胖针上剩五针的时候 我们就不织了 进行第一次的留针 好 一二三四五 我们五针不织 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 那么这里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把右胖针拿到线的下方 以挑上针的方式挑到右胖针上 然后我们拉紧线材 之后再把它绕上来 那么这里形成了两个线圈 然后我们再织上针 一直织到领口的位置 那么最后一针 我们仍然是把它调下来不织 然后翻转织物 领口位置的最后一次剪针 翻转织物之后 把第一针第二针 以下针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剪掉了一针 领口位置 每两行减三针减一次 每两行减两针减一次 每两行减一针减一次就剪完了 然后我们织下针 织六针之后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从这个两个线圈的 这个影反针的位置开始 留六针不值 一二三四五六 加上第一次的五针的流针 左方针上总共有十一针没有织 然后我们就把织物翻转过来 第二次的流针 然后我们把右棒针 拿到线的下方 以条上针的方式 把这第一针调下来 然后把线拉紧之后 棒针上形成两个线圈 然后把线绕上来 这是一个影反针 然后我们织上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这时候的边针 我们织一个上针 然后把线翻转织物 最后一行 我们织削行 第一针 以条下针方式 条下来不织 然后我们全都织下针 那么当织到这个影反针的位置 有两个线圈 我们同时调起来 织一个下针 然后继续织下针 到了第二个影反针的位置 同时调起这个线圈的 这个线圈的两根线圈 织一个下针 这样我们就进行了销行 好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后片的右肩部分 也就编织完成了 同样的我们流长一定的线头之后呢 把它断线 然后同样的在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 我们把这两个线头呢 把它隐藏掉 当我们在织物的反面 把右肩的线头隐藏完成之后呢 我们也用防解别扣 把肩部的17针呢 也已经取下来了 好 那么这样我们衣服的后片 就已经编织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参照衣服后片的编织方法 126针单罗纹起编 编织16行之后 我们开始进行医生部分的编织 那么在第一行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加针 加10针 有126针加到136针 那么在医生部分 参照衣服后片的编织方法 编织完成了70行之后 我们再来一起学习V领的减针 好 那么接下来请大家 根据花形规律参照图结 来完成这一部分的编织 好 现在我们衣服的前片 参照衣服后片的编织方法 已经编织完成了 花形部分的第70行 完成了70行之后呢 我们页下的减针 每两行减两针减六次 已经完成了一个 那么从第71行开始 我们要进行前领位置的收针 那么首先我们仍然是 根据花形规律 我们这里要减掉 减掉两针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一直织到一片的正中间位置 好 第71行 我们织到了正中间花形B的位置 总共是三组花形B 那么我们织完一组之后 中间的一组八针 那么我们先织三针 一 二 三 正中间的这两针 织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右上两针并一针的织法是 把第一针以下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然后织一个下针 然后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是正中间的位置 正中间的一针 我们把这一针 用一个记号扣把它扣下来 这是我们V领的正中间的位置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 继续向左边织 一直织到最左侧页下的位置 好 第71行 我们一直织到了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注意我们通过中间一针的二并一之后呢 就把整个前片分为了左右两侧 那么这时候我们线头在织物的左侧 仍然是先处理这个左侧部分 那么也就是我们衣服前片的右前片 好 那么右前片的话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腋下部分的剪针 我们腋下剪针的话 每两行剪两针要剪六次 这里已经剪了一次 那么剩下来还有五次 那么我们这里是要继续进行剪针的 剪针的同时花形就不再进行编织 那么同时我们现在要进行领口位置的剪针 那么也就是我们左右两侧都要进行剪针了 好 那么我们翻转之后第72行 首先是腋下部分的剪针 那么腋下部分我们仍然遵循原来的剪针规律 是每两行剪两针 那么在这个左侧的剪针 是在织物的反面进行的 规律是不变的 好 两针之后我们继续向左边支 一直支到七号刻的位置 好 我们知道了七号刻的位置 最后一针我们仍然是支上针 把它支过来 然后我们翻转织物 好 我们这里把衣服前片的 左前片用另外一根黄针 把它穿下来 暂时不支 我们先支右前片 好 那么右前片大V领的剪针方法 我们领口位置是 每两行减一针减一次 每四行减一针减一次 按照这样的减针规律要重复11次 减掉22针就可以了 在领口位置我们首先要支一个 右上两针并一针 第一针以挑下针的方式 挑下来不支 然后再支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那么这是一个右上两针并一针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一直支到织物的左侧 好 我们支到了织物的最左侧 那么这里我们翻转织物 腋下部分我们要减两针 我们不要把这个减针漏掉就可以了 然后一直支到一片的领口位置 好 反面好 我们支到了领口的位置 支一个上针 然后翻转织物 领口位置的第二次减针 减一针 第一针以挑下针的方式 挑下来不支 然后支一个下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又减掉了一针 然后根据花形规律 一直支到织物的左侧 进行页下的减针 好 反面好 我们知道了领口的位置 翻转织物 那么这里我们翻转织物之后呢 这一行我们领口位置是不减针的 因为我们领口位置是 每两行减一针减一次 每四行减一针减一次 那么这里刚才已经减过针了 那么这一行我们领口位置是不减针的 好 第一针挑下来不支 然后我们这里是编织花形 根据花形规律去进行花形的编织 那么注意这一行我们是 每四行减一针 所以这里我们是不减针的 那么一直支到织物的左侧 我们页下部分继续进行收针 收针的规律不变 大家根据花形规律 完成这一行的编织 现在我们领口位置 每两行减一针减一次 每四行减一针减一次 六行减掉了两针 这样一组减针就完成了 我们在领口位置总共要完成十一组的 这每两行减一针减一次 每四行减一针减一次 那么这里我们已经完成了一组 接下来我们根据花形规律 完成剩下来的十组减针 总共我们领口位置一共要减掉22针 那么当我们整个的环形针上减到剩17针的时候 那么我们再来跟大家一起进行肩部的银帆演示 那么这里我们要注意 那么也就是我们领口位置最后一针减完 从正面行减完之后 从反面行织过来 那么我们就开始进行肩部的银帆 好那么接下来 请大家参照这六行的减针方法 来完成我们衣服右前片的领口的减针 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自己完成这一部分的编织 好现在我们的右前片呢 已经在正面完成了最后一次领口的减针之后呢 又把它从反面行织过来了 这时候我们棒针上呢 一共有17针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进行肩部的银帆 首先我们第一针 以下肩的方法调下来不织 绕上来 然后全都织上针 一直织到左棒针上剩5针不织 那么这是我们的第一次的六针 翻转之物 第一针我们把我们右棒针拿到线的下方 直六针之后 那么从左棒针上从这个迎反针开始 有六针不织 一二三四五六 加上第一次的六针 左棒针上总共有11针不织 然后我们翻转之物 第一针仍然是 我们把右棒针拿到线的下方 仍然是一条上针的方式调下来不织 把线头拉紧 这一针在这个右棒针上形成两个线圈之后 我们直接织下针 直接织下针 好这样我们肩部的三次留针就已经留完了 然后最后一行我们织消行 消行的方法前面我们讲过 第一针我们调下来不织 然后全都织上针 那么迎反针的位置 直接挑起迎反针的两个线圈 作为一针把它织掉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我们注意 上针的位置织上针 下针的位置仍然根据花形规律 下针位置织下针就好 最后一针编针 那么这样我们把前面的右肩部分就编制完成了 编制完成之后呢 我们这里可以先不用着急断线 我们可以直接进行一个缝合 我们拿起衣服的后片 后片的右肩部分和我们前面的右肩部分来进行缝合 那么我们先把它回到棒针上 好我们把后片的右肩部分回到了棒针上 那么这里我们肩部的缝合是在反面进行的 那么反面行进行的时候呢 我们把两个右肩 两个正面相对 反面向外 这时我们要注意检查一下 修拢部分对修拢部分 领口位置对领口部分 不要缝合错误 好然后呢 对齐之后 我们来进行缝合 首先在第一根棒针上 以下针的方式调起第一针 第二根棒针上 我们也以下针的方式调起第一针 然后绕线 绕线支一个下针 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 然后退掉这两个线圈 这样我们就缝合了一针 然后在第一根棒针上挑一针下针 第二根棒针上也挑一个下针 绕线同时穿过这两个线圈 又缝合一针 然后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平碎了一针 然后在第一根棒针上 以下针方式调一针 第二根棒针上 以下针的方式调一针 绕线 调起线圈 退掉棒针上的两个线圈 这样 然后第一针拨拨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又缝合了一针 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把肩部的17针全都缝合完成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这里就不再做重复的演示 当我们缝合到最后一针时候 那么这时候我们把线圈拉长 把这根线从这个线圈里面掏出来 然后收紧线圈 适当的留长线头之后 断线 然后我们同样的 在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呢 把这个线头隐藏掉就可以了 好 这样我们就把肩部缝合了 那么这件衣服右肩就缝合完成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 衣服左前片的编织 好 那么衣服的左前片 我们是从正面编织过来的 那么接下来我是从反面来开始的 反面行我们仍然是不加不减的根据花形规律去进行编织 那么接线的时候请大家注意一下 适当的流长线头要在织物的反面 然后第一针织一个上针 这样我们就把线头固定住了 我们根据花形规律一直知道织物的左侧 反面行我们知道了织物的最左侧 翻转织物腋下部分的每两行 每两行收两针已经完成了一次 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完成每两行收两针 一 二 然后我们继续根据花形规律一直知道领口的位置 那么这里在右侧领口位置我们仍然是在反面来进行减针 好 我们知道了织物的领口位置 翻转织物 那么领口位置进行第一次减针 领口位置减一针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规律继续从反面编织 那么这里我们注意领口位置是在反面减针 那么减针的方法我们可以参照前面的反面的减针方法来进行减针 我们领口位置仍然是遵循着每两行减一针减一次 每四行减一针减一次的规律 也就是六行完成两次减针 这样的减针我们要重复11次 领口位置减掉22针之后 那么同时我们不要忘了另一侧页下部分的减针 那么我们在完成了减针之后 最后帮针上剩17针的时候 我们再来进行左前肩的引反 好 方法比较简单 那么这里我们就不再重复演示 注意我们这里领口位置的减针规律 它是在反面行进行减针的 好 接下来请大家自己完成吧 现在我们知道了左前片最后一次减针的位置 最后一次领口位置减针之后 那么我们在编织的同时呢 我们这里只要织12针 也就是我们的肩部要进行第一次的留针 第一次留5针不织 然后翻转织物 我们第一针翻转织物之后呢 第一针以上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织 然后把线拉紧形成两个线圈 绕上来织上针 一直织到织物的最左侧 织到织物的最左侧之后翻转织物 第二次留针 那么第二次留针的话我们只要织6针 织6针之后那么从银板针位置开始又留了6针不织 那么再加上第一次留针总共是11针不织 好 翻转织物 翻转织物之后第一针仍然是一条上针的方式挑下来不织 把线头拉紧绕上来 然后全都织上针 翻转织物 最后一行那么我们是销行 销行的话我们这一行全都织下针 第一针挑下来不织 然后织下针 银板针的位置我们直接调起两个线圈 织一个下针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样我们就把左前面就编织完成了 那么我们同样的方法把它跟衣服的衣服后片的左肩来进行缝合 缝合的时候仍然是要注意的正面向里反面向外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注意检查的是绣笼位置对绣楼位置 领口位置对领口位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参照右肩的缝合方法把左肩也缝合起来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已经把这个衣服的左右两肩呢已经把它缝合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侧身的缝合 那么侧身的缝合我们是在正面进行的 那么我们把反面向里正面朝外 然后我们拿起缝合针 把线材穿过缝合针 穿过缝合针之后 那么这里我们注意我们拿起其中的一个衣片 找到第一针的位置我们入针 从里向外入针 我们把它把线材拉过来 拉过来之后我们拿到另一个衣片 那么这里我们有一个线头 那么这也我们从这个线头的位置 这是另一侧衣片的第一针 第一针的位置 我们也是从里向外入针 穿过线材 然后把这两个线头呢打一个截起到固定线头的作用 我们回到这前面的一个衣片 调起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我们把它这样平着调起来 调起来之后收紧线材 然后我们再回到后面一个衣片 后面一个衣片也是调起的 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调起来之后收紧线材 那么我们也是从在正面把它调起来 调起来之后呢 我们再回到前面一个衣片 调起的是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我们也是这样平着 从正面把它调起来 收紧线材 然后再回到第二个衣片 仍然调起的是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也是从织物的正面把它这样平调起来 收紧线材 然后再回到第一个衣片 调起的是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再回到第二个衣片上 也是边针和第二针这个横线 把它调起来 我们这样依次轮流地把这个边针和第二针的横线 逐一地这样进行缝合 那么在缝合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不断地去收紧线材 不断地去调整一下这根缝合线的松紧度 以保证这个织片的平整 好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仔细认真的 把每一个边针和第二针中间的这根横线 依次地缝合起来就可以了 当我们缝合到腋下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把它从正面穿过来 一直穿到反面 然后我们打一个结 这个线头的话呢 我们留得比较长 我们可以不用断线 那么待会呢 我们可以用来直接地调直 调直绣口部分 当我们把侧身缝合好之后呢 我们把底边 把这个我们开始的线头呢 隐藏到植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 把它隐藏一下就可以了 好 现在这样我们就把衣服的侧身 就缝合完成了 接下来开始进行 绣口的调直 那么我们这里 换用七号的环形针来进行 绣口的调直 那么我们绣口部分 总共一圈要调直 调直116针 从这个侧缝到肩部的话 总共是调直58针 那么前后各58针的话 形成了116针 好 那么我们拿起线材 我们在这个辫子 在这个侧缝 这个辫子针的位置 那么一一对应地去进行调直 调过这个辫子之后 直下针 按照这样的方法 我们均匀地在这个整个的绣动部分 调出116针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大家自己去完成 这116针的调直 好 现在我们整个绣动部分 均匀地调出了116针 那么我们在这里挂上一个记号扣 这是我们这一圈的起始的位置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编织 袖口部分的双螺纹针 双螺纹针的编织方法是 两个下针 1 2 然后两个上针 1 2 那么记号扣的位置 这是这一圈的起始的位置 好 两个上针之后 再织两个下针 1 2 再织两个上针 1 2 那么这就是我们双螺纹针的编织方法 那么我们就按照这样的方法 两针下 两针上的编织 八行 三厘米之后 我们再来进行 双螺纹针的收边演示 好 现在我们袖口部分 已经编织了八行 双螺纹针 也就是两针下 两针上 已经织了八行 三厘米长 那么我们到了记号扣的位置 拿下记号扣 我们开始进行双螺纹 编织的收边 双螺纹的收边的话 第一针这是一个V字形 是一个下针 我们织一个上针 织了一个上针之后呢 我们用左磅针 从中间入针 把它挑到左磅针 挑后半个线圈 挑到左磅针上 然后右磅针拿到线的上方 从以挑下针的方式 把它再挑回到右磅针上 好 然后我们这里看到第二针 仍然是一个下针 我们跟后面的一针上针呢 进行一个交叉 第一针压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进行一个交叉之后呢 这里就是一个上针 那么在上针的针目呢 我们织一个下针 好 然后把刚才的第一针 拨过第二针 这样我们就收掉了一针 然后左磅针 从右向左 把这一针拨回到左磅针上 右磅针拿到线的下方 以一条上针的方式 把这一针再拨回到右磅针上 好 然后我们看到这里是一个下针 我们织上针 再把刚才的一针拨过这一针 然后左磅针再把这一针拨回到 左磅针上 右磅针拿到线的上方 以挑下针的方式 再把它挑回到右磅针上 好 接下来这里是一根横线 是一个上针 我们织下针 然后再把第一针拨过来 这样我们就又收掉了 然后左磅针从右向左 再把它拨回到左磅针上 右磅针拿到线的下方 以挑上针的方式 把这一针 再挑回到右磅针上 那么接下来这里是一个下针的针目 我们织上针 然后把第一针 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左磅针 再把这一针拨回到左磅针上 右磅针拿到线的上方 以挑下针的方式 再把它挑回到右磅针上 好 这里我们看到又是一个下针 我们再把这个下针和上针进行一个交叉 也就是把这个上针挑到前面来 然后在这个上针的针目 之下针 第一针 拨过第二针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样的编织规律 是一针下 一针上 一针下 一针上的间隔 是在下针的位置之上针 上针的位置之下针 大家记住这两个规则就可以自己完成这个双螺纹边的收边了 那么方法比较简单 大家记住这两个规律 自己完成这袖口部分的收边 然后到最后一针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 我们再来演示一下最后一针的处理方法 现在当我们按照一针下 一针上 并且是在下针的位置之上针 上针的位置之下针的规律 一直把这个袖口呢全都已经收边收完了 一直到了最后一针 那么最后一针的时候我们看到 那么这里有一个缺口 那么第一针是一个下针 那么我们在第一针的位置入针 第一针下针的位置入针 再织一个上针 再把第一针拨过第二针 这样就把这个缺口补上了 然后我们把线圈拉长之后呢 把线掏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拉长线头之后 流适到了长度进行断线 然后我们把这个线头隐藏到 织物反面的纹理当中去就可以了 好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袖口的编织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采用同样的方法 去完成另一侧袖口的编织 以及双勒纹边的收边 好现在我们两侧的袖口部分 已经编织双螺纹边 已经编织完成了 最后我们来进行V领的调织 那么领口部分 我们这个V领的话呢 是从中间进去进行缝合的 所以整个领口呢 我们用片织的方法 那么这里我们仍然是用 7号环形针来进行调织 那么中间这一针不要动它 我们参照 我们参照袖口的调整方法 我们领口位置的调整的话 单侧调织65帧 左右两侧各65帧 然后后领窝调织64帧 整个一圈调织194帧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注意这个正中间位置的这一 7号扣的这一针我们不要调在里面 那么我们从这个紧靠着的 紧靠着中间位置这一针的边上 我们开始进行调整就可以了 调整 把线头压在织物的反面 然后织一个下针 这样我们就调了一针 然后我们把每一个辫子都调起来 调起来之后呢 我们在织下一针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线圈往上绕一下 这样起到藏线头的作用 好 然后 多绕几针可以起到藏线头的作用 在均匀的位置 一个V字形里面要调制两针的话 先调后半个线圈 调一针下针 然后我们在同时调起这两个 这一针的两个线圈 再调一针 在这一个V字形编制里面呢 就调制了两针 好 我们就按照这样的规律 这一侧单边到肩膀部分调制65针 后领位置调制64针 然后这一侧的领窝部分 我们也是调制65针 一直调到这个 靠近记号扣的这个V字形 我们就把这个调制完成了 也就是调制一圈 194针 好 现在我们在织屋的正面 已经调制了 分别在左右两个前领口调制 各65针 后领窝总共调制了64针 那么整个环形针上一共调制了 194针 然后我们这里不要进行圈枝 然后我们翻转织物 从织物的反面开始编织 双螺纹花样 我们第一针编织下针 然后两个上针 一 二 两个下针 一 二 再两个上针 好 那么我们就按照两个上针 两个下针的规律 完成这一行的编织 一直到织物的另一侧就可以了 好 当我们知道了织物的另一侧 我们以两个上针 两个上针 然后编针织一个下针 好 这样我们第二行就编织完成了 然后翻转织物 不管是 因为我们这里是片织 我们不管是在织物的正面还是反面 编织都是织的下针 然后根据 然后我们根据花形的规律 下针的位置值下针 上针的位置值上针 也就是两针下 两针上 完成第三行到第八行之后 我们再参照修口的双螺纹编的收编方法 我们把这个双螺纹编也进行收编就可以了 方法比较简单 我们自己完成领口的双螺纹编的片织 好 现在当我们完成了领口部分的八行双螺纹编织之后 那么最后我们要对这个领口部分进行一个缝合 这个V领的领间的缝合是在正面进行的 我们首先缝合针穿过线材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线尾的位置打一个活结 用缝合针穿过记号扣上的这个线圈 把记号扣拿下来 缝合针穿过这个活扣 这样我们就起到了固定线材的作用 然后我们来进行缝合 那么在织物的正面进行缝合的话 我们先缝合这半针 注意我们半针半针的缝合就可以了 好 这样我们就把这个领口位置呢 就缝合完成了 那么领口位置的缝合 我们要注意是每半针半针的向外斜 那么我们要注意这个花形的对齐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样我们这件布兰卡女士背心就编制完成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